好 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在前幾天我們還覺得 大盤在兩萬三千點的附近 好不容易要穩不穩的離 這個24416 似乎這1000多點的距離相當的遙遠 但這個距離在昨天晚上的夜盤 一下拉得好近 好像快要到了兩萬四 不過今天臺股的日盤說真的 可能蠻多人覺得體感溫度 有點冷 因為漲點幾乎都被台積電吃掉了 事實上10月的漲點也幾乎都是台積電貢獻的 那怎麼辦 如果台股今天創高 我卻沒有賺到錢 有沒有解方 當然有 今天三位達人就是要提供這樣的解方 先來歡迎第一位來賓 是盈利投資的中國中 中總 中總完全知道小股民的心聲 10月漲了一千兩百多點 大家知道嗎 一千點一千點 漲在台積電的身上 我們覺得神山讓我們非常的驕傲 可是如果手上沒有神山的話 怎麼辦 我的股票好像都在輪漲輪跌中沒有什麼進展 中總告訴你 因為我們一定要做一個組合拳 什麼叫組合拳 有可能它是有集團概念的加持 有可能策略聯盟的加持 有可能母子公司的加持 總之大家要打一個團體戰 讓你在第四季的組合拳 不管大盤要上還是要下 有沒有漲台積電 你手上都會有會漲的股票 第二位是我們的股科大夫 龍一生Eason Eason他來告訴大家 哇這個台積電的成績 不是只有第三季跟第四季而已 其實從法術會上可以知道 未來一年兩年三年 幾乎可以說全世界沒有對手 Intel的殞落 三星現在真的也很辛苦的狀態下 台積電越來越強壯 那剛剛講了 我如果沒有買台積電 那當然設備相關的 特用化學相關的 都有機會 因為要叫做什麼 本土供應鏈要自製化 他們的滲透率都會越來越高 所以等一下Eason會幫大家點點名 台積電繼續強壯 沒有問題 也會拉著大家一起強壯 到底有誰 而且股價有點委屈 還在右下角 又跟AI相關 好第三位是我們的股旗小王子翁世俊 世俊剛剛我們在討論 台股什麼時候可以摸到24K 其實旗子的籌碼 有在透露一些端倪 昨天晚上一度覺得好近 漲了七百多點 今天只有漲四百多點 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表現不太對勁 沒有問題 等一下世俊幫你看 籌碼面上面是不是還是十分穩當 另外世俊有發現從九月營收來看 有一些電子股 都有什麼都有帶頭大哥先衝 他們先衝後面就會帶著後面同集團 或是同屬性同產業的小弟們 也一起往上衝 等一下告訴你 誰是先領漲 誰又會補漲呢 首先有請總總囉 好 總總 十月漲了一千兩百點 神山就貢獻一千點 這代表什麼 飛神山系列 我們沒有什麼賺到錢 對不對 好 所以第四季 你覺得大家要打組合拳戰了 對 沒錯 昨天晚上應該相信全球 是 就看得到臺灣 很震撼的 看到 震撼看到臺灣 而且臺積電讓全世界看到我們 所以臺積電 真的是不愧是我們臺灣之光 是護國神山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的股民 都有發現這一波的指數 大盤大漲過程當中 好像賺了指數 好像口袋沒有賺到什麼錢 所以我相信投資人一定有這種感受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十月份雖然大盤指數創高 但是很難是單兵攻擊 所以既然沒辦法單兵攻擊的話 就一定要找一個所謂的策略組合的東西 或是組合權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整個大盤的部分 十月份到現在目前為止 總共漲了一千兩百六十二點 那臺積電如果上漲一百十八點 那算的話 大概漲一千零二十四點 全部都他 剩下兩百多點 就其他人 其他人誰 廣達 華碩 鴻海 扣到這些 真的是沒有了 渣渣都沒了 不相信你看一下OTC 你看OTC 根本都沒動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什麼這樣的話 市場上他一直買到全資股 那我覺得全資股是會有這樣買 因為是畢竟今年這個月還是屬於比較政治盤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廣達的部分 這一波雖然沒有像台積電那麼強 但是他從底部長起來 也算蠻高的 我記得我們在九月初的時候 我一直提到過 買廣達有個撇步 他一定破線 是 破線一定有人停損 就有人把它出掉 然後另外那群價值型的 或操盤基金的人就在鵬基街 所以你發現屢勢不爽 所以這個位置來講 我覺得他未來 如果要再買的話 可能可以再等搭回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能要稍微做整理 那華碩的部分 八月十六號這邊大盤破下去 那這邊開始就一路上漲上去 那也再度創下進級的一個新高價 我覺得看起來的話 目前整個大盤有這些大股一直照顧著 這個大盤非常穩定 非常穩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盤的走勢 坦白講雖然是穩定 但是相對的這波 如果沒有先潛壓到臺積電 那其他公司要再拚的話 可能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 我們現在看一下臺灣的臺積電的走勢 是 再來看其他大盤的步步 先看一下臺積電 臺積電如果看今天的線股 其實沒有特別感覺 可能會說開高 然後稍微稍微進行 在高檔震盪整理 但是如果看臺積電ADR 臺積電ADR昨天的量出現非常大 那你會發現有個現象 就是臺積電ADR每次出現一個大量 都代表一個非常重要不同的意義 都代表一個非常重要不同意義 那通常來講 他遇到壓力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一個所謂的 的一個賣壓 當然就是一群超盤基金 今天趁著外資買了三萬多張 稍微倒貨一下 所以我想未來這兩三天 你可能要觀察一下 臺積電未來走勢 這邊也有出過大量低劑的時候 後來也曾經在初一天開始上漲 所以未來要留意一下這兩三 接下來兩三天的外資的買盤 變化是如何 我想這個部分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一波當中 為什麼市場上大家買賣的時候 會覺得很 不是那麼確定性 是因為事實上 你不能把台積電當作完全當作科技公司 因為這波某一種程度也是在買一個叫做保本 保值 如果各位去看一下 美元在創下晉級的新高 黃金在創新高 美元跟黃金要同時創新高 表示什麼 市場上還有一些風險性 到重視比科技股來得強 費城半導體沒有過高 到重視過高 所以表示這個風險股仍有一個不確定性 那會影響到外資大量資金買進臺股 雖然今天外資大買五百多億 但要留意一下 他可能壓新臺幣是會短期跌升 然後又做一個升值動作 事實上在下午五盤的時候 也確實有點小伏的升值部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臺股的部分 臺股這一波已經補到七月十八號 這邊的二三六五零的向下跳空缺口 表示什麼 市場上這邊的壓力又減一大半了 但是這邊有一條所謂的一個上升的一個趨勢線的壓力 我覺得來講的話強度拉高 那整個上升趨勢線這邊有壓力 但是月季線這邊有向上交叉 所以這個大盤即使拉回來 都有些大股幫你護著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我想現階段的操盤就是除了大股以外 另外就是要什麼 找所謂的好朋友 或者是集團裡面 大家手牽手 不能單邊攻擊 才有機會 有表現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大概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在這波當中 未來要攻兩萬四千點的時候 這些倒不如 這邊倒是 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包括像舉個例子 台積電跟企有 那相對就是很清楚 就是台積電大漲 他的長期的持有者企有 他持有蠻一定的程度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講 他們上半年的獲利都算是還不錯的 那鴻海跟政達 待會我們再跟各位講 其實他這波當中 鴻海跟政達兩個互相 互相的上漲 那鴻海跟大連大 那當然 鴻海之前 大家都知道這個資安 他本身就是一個高股息殖利率 那這次呢 大連大 大連大來做一個任股 那鴻海長 大連大一定會也跟著收益 待會我們再跟大家做說明 那齊鴻跟富士達的部分也是一樣 同集團裡面 這波來講 這個散熱還有軸軸程的部分 都對他們來講是有幫助的 那家人跟人帥我想也是一樣 所以我想從這樣的角度來講的話 投資人才會發現現在的個股 選股坦白講難度會變高 如果難度變高 那倒不如就是找個兩個有互相 有相關聯的 那我們先來講 其中的從前面看看海說 說明這一組有關聯 這有關聯 這組呢 臺積電不是持有他 是他持有臺積電 持有持有臺積電 那臺積電呢 因為他整個持有臺積電 在上半年已經有九百五十五張 那九百五十五張各位來看清楚 就是說從之前到現在目前為止 臺積電是呈現一個上漲 那相對呢 他在這邊來講 相對是股價是跟來比較很清楚 就是光帳面價值 你就知道一定是臺積電上漲 他相對未來是有潛力 所以我想待會 我們再跟各位做一個說明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可以考慮他的部分 首先來看一下這家公司 但是安控的部分他本身的表現 都是影響表現頻頻 重點還是在於說什麼 他的獲利成績的部分 上半年已經四點八七元 已經比去年來得好 換句話說 他今年應該是會有 可能會出現百分之九十九成長 因為這家公司 我要先講一下 這家公司在十月三十號 這邊要進行所謂的除息 以及做減支 那最後交易日是在十月三十號 那這時候投資人就要去考慮一下 他到底是你要不要去做減支 參與除息 那這邊我想可以提供給大家 做參考 第一個他十月三十要配的兩塊九 是本身的股息的部分 這邊來講的話 他的殖利率大概將就五個percent 左右 也就是說為什麼在六十塊附近 剛剛我們所看的 他一直在那邊有資 甚至因為光股息殖利率就有保護 那這次要辦理現金整支減一塊一 所以這次大概將近會有四塊錢的一個 整個一個收回的現金 那所以投資人就要去考慮清楚 如果臺積電魏哲家說未來臺積電五年 是還不錯的 是 那他持有這個九百五十五張 你相對的 你就可以猜想 他這個未來應該是會跟著他長大 更況其實不是這個九百六十六塊是他的成本 是 不是最近很多的法人都已經把他調到什麼 一千六 一千五 一千六 所以你看他真的是持有他真的是很開心 是 好 那另外就是林一跟大林大 那林一我想資安 最近我們包括很多來賓都之前就提高過 最近很多駭客 對 那我想就不多講 那各位來看一下 這邊來講 他的股價這邊所穩之後 這禮拜創新高 算反彈的新高 月季線即將在這邊做一個向上交叉 那這邊來講的話 下禮拜季線跟月 線即將往下扣底 所以這部分應該慢慢會往上揚 那這邊來講 相對他是應該會抗疊走強 是 他抗疊走強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這次認股他的大林大 用九十塊去認購 那九十塊認購他 那以現階段這個價錢來講的話 我相信以這些大公司不太可能會用 那麼短的角度 去做所謂的短線的操作 應該還是用中長期規劃 去做這樣子一個佈局 那麼來看一下大林大 在三十七塊 七十三塊 五星 最近好像打成雙底 今天來攻上均線 還有挑戰巨線 那未來走勢是如何 我想我們就來看一下 後面的狀況 看一下 好 坦白講呢 他本身的業績 是 就算不錯 各位看一下 九月份一千億了 一千零五十七億 他是很大型的通路 算表現非常大 而且你要發現他的營業額 每一個月的營收 都比上個月成長 而且YY都是很清楚 基本上大多數都是 兩位數的成長 既然是如此的話 那表示說他自己本業 就已經算是表現不錯 那三半年的獲利 一點八九元 YY二十二趴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他今年的獲利配股配了三塊半 所以剛剛如果各位 再去看上一頁的部分 就知道三塊半的股息殖利率 五趴左右 差不多就在七十塊左右 換句話說 他因為今年已經比他去年 已經成長 也就是說這個差不多 就是一個底部 只是說要如何消化 這些所謂的一個所謂的均線的壓力 或這些等等的 但是以長期持有來講的話 我相信五趴殖利率 對他是有保護的OK 那他長期都配了兩塊 多到三塊 而且聯軍的殖利率多五六趴 算是非常穩健 那01平均的殖利率 也常有五趴 他有五趴 其實這邊兩個都有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高股息殖利率的保護 部分 再我們看一下另外幾個公司 那剛剛是屬於這個 算是有策略性的 或者是有持有人家的 如果用同集團的呢 也是有幫助 我們先看鴻海的部分 鴻海我記得我們之前提到過 上游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比較偏下游的部分 那在這波當中 你發現廣達跟這個華碩 這些等等都算是比較強勢的 那你會發現 看一下他的走勢來講 他這邊已經月季 已經向上交叉 所以黃金交叉 已經算是走強 已經走強了 那他走強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未來走勢 他來這位置來講 他一定會預壓 哪邊有壓力 大部分都在這邊有壓力 為什麼在這邊有壓力 這邊有高點 高點過高之後 過沒多久放下來 表示什麼 這邊供上去 有點會比較 算是有點會有一些壓力 有一點虛 所以這邊來講 可能如果要再往上供 可能稍會有一些壓力 但是拉回這邊的頸線位置來講 相對會有支撐 所以我認為說他可以不用追高 但是拉回來的時候 他相對低檔都有支撐 畢竟之前我們提到過 這一群的籌碼 還沒出拖 為什麼 因為他的旺季 不是這時候 他的旺季是在十一月 十二月份 所以未來應該有高點可期 只不過是說 還要這邊蹲來蹲去 慢慢的往上來挑戰 之前的前波的壓力點位置 那政達呢 在這波當中 很強 在紅海裡面當中 算是一個領頭羊 是 小標股 小標股 那這家公司呢 他的股價走勢 坦白講到目前應該也還沒有出現 太大的一個所謂的敗筆 那為什麼這麼說 各位如果發現 這家公司的籌碼走勢 三次還是蠻穩健 怎麼說呢 每次長黑K之後 對 四日收紅 每次長黑K完之後 四日收紅 長黑K收完四日收紅 長黑K完 四日收紅 現在沒有長黑K 表示幹嘛 要做一個收斂整理 也就是說 讓五日均量跟十日均量 這邊稍微做一個整理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大盤 很多小型股的拉回幅度那麼大 他相對來講 用小量來做一個整理 我覺得他相對他籌碼 應該還沒有完全的失控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另外就是齊鴻跟富士濤 這波的散熱 坦白講 確實是市場上的主流 那但是呢 這邊有一些小股 長期的一個均線的趨勢線壓力 確實這邊稍微需要消化整理 不過呢 因為他有逐漸的一樣 月季線往上較差 所以他的整個攻擊 也都已經確立 應該中長期趨勢 是有機會往上的 那我覺得來講 他這邊中期 頸線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我認為說遇到這個壓力 在這邊稍微整理整理之後 我未來應該還是會有機會 再往上來挑戰一個攻擊的部分 是 那富士達呢 他也是一樣 他的部分就很明確的是 過了這條所謂的頸線位置之上 那因為這邊有大量 這邊也有大量 表示說這邊大量都有支撐 但是呢 他比較缺點就是 他的成交量 可能會比較有點算是不穩定 是因為他股價比較高 所以市場上可能就是有時候漲多 稍微就是所謂的獲利回土賣壓動作 但我覺得來講 以他目前整個走勢來看的話 月季線還是向上交叉的走勢 應該未來講 他還是可以做留意的 好 企鵬跟副主持人 其實他們的營收狀況都很好 都不錯 年增率都很高 而且甚至一直在創新高的路上 所以母子可以同跪的話 是一個最好的情況 這邊非常謝謝 總統 總統知道投資人的痛點 就是扣除掉台積電 其實因為產業的輪動 非常快速 大家不一定能夠抓到節奏 所以今天告訴大家 要有策略聯盟 要有好朋友 最好還有母子同跪的題材 有的是業績真的不斷的在創高 有的是殖利率的價值 已經浮現了 提供給人做參考 有這些好股票 我相信第四季 台股在創高的路上 手上的獲利是不會寂寞的 好 廣告回來 我們的股科 大夫 容一生 Eason要上場了 台積電自己強之外 事實上我們的本土供應鏈 是要自主化的 滲透率將會越來越高 等一下Eason幫你點點名 今天因為小股在壓抑 但在壓抑的過程中 很多右下角 AY相關的股票是值得您留意的 好 其實這一波還不只是台積電 領軍回答也很強 回答昨天盤中創下的歷史新高 不像我們台積電 一下子飛得高高的 他是超越了一點點 但超越就是超越 超越就有意義 超越的意義代表第四季 開始到明年第一季 AI的效應真的要熄來了 好 這邊要請教Eason 我覺得你越來越瘦 有嗎 對 但是幸好今天後面有釋菌 有更瘦的 對 有更瘦的排在你後面 因為現在身體健康 應該恢復了嘛 對啊 那我們也希望有一些 現在受到委屈的股票 對不對 身體能恢復一下 對啊 不然都看台積電表演 台積電就長得很壯 其他人今天就被擠到旁邊去 對啊 上次說 現在臺股只分兩類股票 一類叫台積電 一類叫台積電以外的股票 全球市值第八了 真的不容易臺灣之光 那昨天這位董事長 也說二奈米的需求非常強勁 明年馬上要開始量產了 所以看到他的高階之城 佔比都越來越高了 所以接下來五年 也都非常健康 所以看起來AI的需求 確實是沒有話說 那他也說他的這個客戶 非常有錢 客戶非常有錢 對 所以客戶想像 就是這一輩子難想像有錢 那我覺得他還有一招沒有出 就是還有漲價 這個議題 這個利多 那這可能要到明年去了 所以今年在AI處理器 這個業績也增加了兩倍 那我們看到昨天的法說的 這個成績單非常的亮眼 那第四季的話 入行之股可能十四元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今年超標四十四塊 那明年的話 明年我這樣感覺起來 五十塊應該都不是問題 因為外資也有上調 他的一些平等 對 那以今年四十塊 再加十塊 搞不好都沒有問題 所以隨著時間 往後推進 一千塊的台積電 會變得越來越便宜 馬上明年就要用 明年的EPS去衡量了 那這個歷史上紀念的一刻 ADR市值破照 那我們看到他的先進製程比率 最下面這三個顏色 就是三奈米 五奈米跟七奈米 所以可以看到這幾年 他的先進製程 這個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難怪他越來越會賺 因為毛利率已經來到五十七趴了 那包括明年又二奈米要出來 那包括資本支出的部分 這一次雖然沒有上調 但是明年第一季的就非常有可能 有機會囉 對 那明年本來先前的預估是三百六十億美元 那現在已經上看到三百八到四百億美元 所以在設備股的部分 那這一次雖然沒有調到 大家可能有一些失望性賣壓 但是我覺得接近到十一月底十二月了 大家反而又可以回頭來注意 資本支出的部分 我想可以慢慢擠牙膏 因為昨天的話成績已經夠好了 好消息一個月一個月慢慢講嘛 對 那對於台積電來說 這個後面應該還有利多 可是短期之內這麼亮眼的成績單 那再要推出什麼樣的牛肉呢 短期之內可推不出來 所以昨天ADI有一些留了上影線 一度大漲十三趴 真的很猛 對 那因為這個全球的資金要買台積電 主要還是集中在每股市場 所以他長期以來都是跟台積電是呈現一個增價差 增價差 溢價的 是 反而他如果進入到收斂或是逆價差 比較不太好 那時候就是像這一段 這段上一次上千元開始一直往下跌 也就是開始價差收斂 等於兩邊跌 然後價差收斂 但漲的時候 通常推移電ADI零漲 對不對 溢價越來越多 對 因為全球投資人要買台積電 還是會去買美國市場 不會換臺幣來買 買臺灣的這個ADIR 那我們看到也市值全球第八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外資也是 從這個目標價紛紛上調 如果在清朝的話 應該都可以擔任到上書大人 上書大人這個就是往上調 本來一千二 之前最高一千六 覺得很誇張 結果現在第二加了 匯豐也來了 對 匯豐也加了 現在平均大概都一千三到一千五 一千六比較高一些 所以我認為一千二這個目標 應該會達正 明年搞不好第一季就達正 第一季到第二季就達正 那麼上次九月的時候 節目也說一千二應該會來 那現在這個已經到了一半的目標了 我們就再看 再看到下一個季度 那短期也是 但是今天主要漲都在台積電 扣掉 漲點幾乎都他 扣掉台積電大盤錢是跌的 所以大家手上股票 今天可能要這個稍微忍耐一下一下 好 因為今天貴買黑啊 對不對 對 那這個中小型股 可能就要稍微選一下產業 那我覺得進入到第三季 大家要注意一個事情 第三季季報要公佈了 對 那季報公佈狀況下 如果大家翻一下手上的股票 七八九月的營收 如果是成長的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七八九月營收 比第二季還來的衰退一些些的話 那就要小心 如果財報冷不防一開出來 可能會造成股價反應過過於激烈 那麼上次有講到這個力望 連續跳高之後 這種都是高價股 比較強勢的一個標態 九月二七號那天有講 然後在之前有講到日月光的部分 這一次就厲害了 因為如果他很牛 對 好不容易真的動起來了 對 他也終於跟著臺積電往上 不過今天也是有些開高走地 也被調節 今天所有人都差不多 都被調節 差不多這個樣子 那上次講的這個見準 見準也是右下角 對 他也是屬於右下角 相對比較便宜的這個股票 那我們看到臺積電的供應鏈 那我覺得這些股票 那大家可以去把它拍起來存起來 因為這可能到年底就會再有這樣的題材 年底的時候 我們來跟股客大夫驗證 對 好 那像中沙攝像辦 今天也都是開高 走低 四俊笑得很高興 對 他也見證 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再來變個魔術 見證奇蹟 那我們看到這個 基本上大戶持股比例 也都還算 算其中 那像這個本益比還算低 那像這樣子類型的股票 短期雖然有發動了 但是相對還是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位 达辛財的部分 特殊 特殊這個化學材料的部分 那同樣也是第三季的 這個營收表現也不會太差 我們看在一五六零的中沙 中沙今天已經一度創高 對不對 對 今天是創高的 然後壓回 創高就壓回 那他在這個明年的兩奈米 甚至A16的金貝供電的技術導入 所以在鑽石碟業務 應該有機會提升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那在先進製程需求旺之外 成熟製程的價動率開始慢慢的回升 所以今年的整體銷售 應該有機會成長百分之二十 那我們看到大戶 在上週的部分稍微有些提升了 而且投信這幾天稍微比較積極的轉買了 所以中沙雖然今天創高之後有拉回 但是這個長期的底部成型之後 那我認為其實拉回到禮拜二的紅棒之內 我覺得這邊都是一個中長線的買點 可以去留意一下 另外在三五一的試合 那也在開發高階製程的 這個清洗技術 而且擴充殘的 那第四季營收持續向上 全年挑戰雙位數的成長 形態面短線的這個圓虎底成型 那最近這股價也是震盪比較劇烈 那像這樣子一個比較偏中小型的股本的話 那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最近波段阻力有一些在做進場 那我們光看這三天的這個分點的話 我們扣掉外資的分點 扣掉那種當沖的分點的話 這兩家是買了 其實沒有沒有倒出來的 買了之後 他是一直抱著統一內湖 跟國票長城 那可以看一下這兩家 後續的籌碼有沒有一些變化 他這個應該是在做一個波段的操作 那最近也開始 這都有在做量往上的一個階段 那我覺得才一百塊拉不到三成 應該不會這麼短就結束的這個行情 那也在掌握七奈米下的 這個清洗定義單 也切入到兩奈米 推升這個同步的這個需求 清洗的需求都成長 另外我們就看到 在昨天台積電也說 AI的這個需求真的很旺 那回答昨天盤中也有受激勵 我覺得好像是第一次感受到 臺股真的有帶著美股漲的感覺 對 臺股撼動了 這個美股的感覺 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但昨天美股也是只看臺積電反應 其他也不太 其他也不太動 我們看回答也創了一百四的新高 之前跟大家說 這個收斂突破之後 因為他太末端了 所以比較會形成一個箱形 高檔在這裡 那回答的綜合器就在他下個月法縮 所以回答一百四這邊關鍵 一百四如果可以在法縮之前或法縮之後順利站上的話 那又要開始創新高了 他這個新高真的是差一點點 因為之前是一四零點七左右 他現在是點八 對 那我們也差五塊而已啦 對 我們也是比高點再多一點點而已 那他在接下來 GP200要出貨了 明年又有這個B300 B300A的 這樣子一個新的晶片 那在這個研調機構認為 回答現在幾乎是全球最重要的公司 因為蘋果的這個產品 說實在已經進入到高原期 那回答等於是才在AI這個賽道才剛開始 那甚至回答的這個權重 佔MSCI就權重就四點三趴 那他這個跟這個美國 還有日本相比的話 快要追上日本一個國家的權重 然後已經比這個法國跟德國權重加起來 都快要差不多 是 快要復可敵國了 那索羅斯的這個戰友 就叫做朱克米勒 那他也認為他賣了 輝達是犯下一個錯誤 所以他認為他有低檔 他還會再買回來 那我們看到 所以其實全球大咖都認為 其實輝達的這個AI的漲勢 應該是會再持續的 所以這邊的話是AI的群山 這邊都算是中大型股 對 都是AI的 只有微銀的股本比較小一點 對 在可能中位階半山腰 或者是在偏右下角低檔的股票 因為剛剛說的就是第三季 季報準備要開了 那要預防 就是如果季營收不好的話 那忍不防 可能有這樣子一個財報 開出來的這個危險 是 那麼看廣達鴻海 這第三季的營收 季增率看起來都是真的不錯 那現在你都漲在半山腰左右所以廣達鴻海的話 我認為這個地方空手的朋友 可能稍微停看廳一下 那如果未來有拉回 再去做個進場會比較好 那支撐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兩百斜兩百八 一百八到一百九 本因比說實在還不算太高 都還在大概二十倍 或者是二十倍出頭 那技嘉部分 那除了有AI的這個需求之外 那也有明年RTS50的電競顯卡要上市 那不過他的營收是稍微 第三季比較差一些些 那不過我覺得還還算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股價也沒有怎麼反應 那包括其實大幅持股也都還算是集中的 微影的部分 那從這個ASIC的這個AI伺服器 要轉向GPU的這個伺服器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這個營收 就都還不錯 所以又在右下角 然後又是中大型股的話 可以期待一下 那短線在公佈季報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樣子一個反應的 這個狀況 包括光寶科 我們等一下看線圖 以及在核碩 也是很久沒有動 也是這個上半年一時的這個AI AI的概念股 那在微影 對 微影也整理好久 其實他的獲利蠻好的 對 對啊 好可憐 都一直起不來 對 那資金沒有往這裡吹 股價就不太動 但是我們看到大戶的持股 有在做一個增加了 那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也開始走出一個多頭量架結構 那橫盤震盪整理量縮 那所以底部這邊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守住的 那也從這個 ASIC的AI伺服器 轉到這種 這個一般GPU的這個伺服器 那九月份營收年增百分之一百二十 對啊 非常的亮眼 所以這個底部型態呢 達了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幾乎都有守住一千六百五十塊左右 那這個底部持續不破的話呢 那我覺得應該就會向上 那頸線的這個位置 應該起碼就會來做個挑戰 所以這個位置呢 這個風險是有限的 但往上可以先看頸線 那頸線又突破機會的話 可以再往上看 所以這個地方風暴比 我覺得還不錯 另外就在風暴科 風暴科的部分 他在一百附近 混好久 這也是 怎麼還在這裡 對 一直都不太動 那上半年有一段 是在高股息的行情 對 搭上AI 那我們看到借券空單 有開始在回補 之前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低檔空單 開始在回補的話 這可能是開始要發動的 手部取一個前奏 因為法人如果要準備 把這個股價拉抬的話 空單會先做回補 不然就搬石頭砸自己腳 所以外資也開始轉買了 我們看到這兩天股價 開始有些表態 一百塊漲到一百零七最高 所以底部一百塊以下 應該是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支撐 那小小的一個形態 有在做突破了 那我覺得未來呢 再往這個八月七月的高點 再去看也是有機會的 那即使在股災的部分 最低是大概打到九十五塊附近 那我覺得在低點這邊 同樣是空間有限 賺賠比也不錯 其實開始有講到一些像設備類的 蠻多是跟台積電的角度 是比較像的 比較偏右上角 但像這種AI一線股 可能跟台積電 本人關係不高的 就一直在右下角 不管業績多好 所以到了十一十二月 是有機會做一個落後補漲的狀況嗎 總不能讓台積電 一路就這樣漲到年底吧 對 我覺得每次進到這個十一十二月之後 因為季報公布之後 就是這個作夢行情 那AI類的話如果季報也不錯 再加上灰達如果法說再推一把的話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應該是有補漲機會 好 希望大家能雨露均沾 這邊非常謝謝 股科大夫 Eason Eason提醒大家好 不只台積電厲害 輝達也被在動 也很厲害 華爾街現在對輝達的評價 也是繼續的往上走 因為畢竟GP200 正是已經在出貨了 十一月十二月就有機會看到了 所以不管是輝達的供應鏈 或台積電相關的 事實上跟台積電相關的 都比較右上角了 跟輝達相關的AI一線均 還蠻多營收大成長 但股價又下角 如果今天AI是一個險學 台股要往新高的路上邁進 我想他們之後都應該要補漲上來 提供給您做參考囉 好 廣告回來 我們的齊全小王子世俊要上場了 一樣幫我們解讀一下 台子期現在的籌碼 長得什麼樣子 昨天晚上台子期是漲700多點 24K什麼時候會來呢 另外幫我們挑出來 三類電子股 已經有人衝出去了 能不能帶後面 落隊的一起衝呢 好 我有注意到 今天這一part 幾乎都是在教大家 您除了持有台積電以外 因為持有台積電很穩當嘛 到底有沒有辦法在其他的產業 一樣能夠賺到更快速 或者說一樣落後補漲往上走的錢 因為產業不是只有台積電一個人好 還有蠻多的喔 營收結出來也好對不對 那如果同族群已經有大哥往前衝 那其他人一起跟的機會也就高了 這邊就要來請教我們的視據啦 好 十一月開倉之後 其實台子期是一路大漲的 可是今天台子期我有觀察到盤中他一直比現貨收斂 都一直比現貨低 你就覺得很毛喔 現貨可能還有五百點 他就突然收斂到只有剩下快四百點 到底這有沒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到底你覺得啦 以現在期權籌碼來說 兩萬四千點有沒有機會看到 一定有啊 一定有啊 搞不好下禮拜就看到 哎呦 好來 下禮拜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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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現在我們都要注意大家開那種支票是不是會來 會 那我們先想一下說會不會攻到 哇這標下的很聳動 下到兩萬四千五百點 還寫無懸念 就創 創歷史新高 對 所以第四季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創歷史新高 是 先看一下我們上次還是 上上次吧 9月20號 是不是 那時候才兩萬兩千點有沒有 對 那時候畫一個 一樣 漲幅等距離 那時候預估應該會到兩萬 四千一百六十八 二四一六八 但還沒有過前高 對 看起來有機會再突破啊 因為台積電現在很猛啊 對 漲一百塊就八百點了 是 所以現在台積電這麼強的情況下 應該有機會過 好 所以看到我就想要兩個字 就是樂觀 樂觀 好 第四季就是樂觀 好 除非有什麼突發性的利空 好 那我們 從幾個原因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期貨部分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指數 好 那因為今天十一月新開倉是暴漲 對 好 就暴漲 那十月份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十月份的合約 期貨合約 因為禮拜 禮拜三已經結算完了嘛對不對 其實十月份合約是 走最高 就幾乎開 開完之後就幾乎收最高嘛 幾乎啦 所以價差是一千七百六十一點 其實波動不大 就是盤整 那我 十一月的話 開倉就暴漲 代表說可能會比 一千七百六十一點 波動還大 是 對 所以說 從十月十六號到十月二十號 那趨勢的話我覺得就兩種 一種是偏多 一種是盤整 那不會有空方合約 我剛才說就兩種想說 等一下你講出不是偏多就偏空 我就打下去 不會偏空 目前看來不會偏空 再來就有個變數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大概漲到快十一月的時候 大概買盤就會觀望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那我們先從期權籌碼來看 今天空單有大減 對 看起來密密麻麻 圈幾個重點給大家看就好 外資買賣超 今天買了五百多億 好 現貨 偏多嘛 對不對 今年外資賣了四千七百多億 到今天為止 那代表什麼 他要回補 他如果回補的話 那就是指數再往前推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看外資的空單 今天一口氣補了多少 五千六百多口 是 所以說進空單只剩下二點八萬口 突然之間三萬的關卡就 對 就往下掉了 那三萬卡一下 三萬口一下就很偏多啦 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上次到這麼低水位三萬口一下是在九月十二號以前 九月十一號 那時候在哪 在這邊 這邊 這邊的時候是有這個降到三萬口一下 指數是往上拉 那在這麼高檔的水位 他沒有避險 因為這次其實外資四萬口空單 你不用太偏空看 因為他現貨都是買超的 所以都是避險 現在連這麼高位階 這些外資也不太避險 怕被割嘛 是不是 還今天漲那麼多 他也會怕 所以空單降下來 那正常來說 今天大漲完 期限為什麼會偏多 明天禮拜一續漲的機率 還是蠻高的 那再來看小台是偏多 那小台最近參考性不太高 因為他好像都比較偏多 然後再來看一下指數部分 那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多方 我們就推出兩種就好了 一種是多方 二二五零零到兩萬四千五百點 兩萬四千五百點 就衝到歷史新高 就是在十一月何月以前 那第一種情況是這樣 第二種就是盤整 二二一零零到兩萬四 這種的話就本來是 應該是這種情況 機率比較高 可是今天台積電就一口氣 漲那麼多 所以可能就是第一種情況 機率比較高 就是兩萬兩千五到 兩萬四千五百點 所以目前的規劃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說 九月份的行情 我們大概九月份的營收 都公告完了 我們今天提供的選股模式是這樣 我們去從九月份的營收 然後去抓好的 那會有分兩種 一種是先鋒部隊 先鋒部隊 先鋒部隊先鋒 先鋒 先鋒在前面給我們看 那就找這個突擊部隊 突擊部隊就有沒有 有沒有機會補漲 我認為有啦 最近都是這種大帶小 情況是相當明顯 那我們來想一下怎麼抓 我們就是找幾個條件 第一個九月營收要雙針 年月雙針 然後累積要年針 不要只看九月 整個累積起來是要年針的 再來第二季毛利率要計增 這樣子營收好 毛利率好 那開出來第三季季報 應該就相當不錯嘛 再來就是成交量要大 我就不抓小型 不抓那種名不見晶 這樣的股票 因為成交量大 有人買才會漲嘛對不對 好那怎樣是主流類股 就是目前來看 就是像AI嘛 AI是一定要的嘛 再來是CPU 矽光磁嘛 再來是機器人 那因為機器人 我抓九月營收好的 好像不是很多啦 所以今天機器人 我就沒有講了 是 就大英文系統不錯 已經漲上去 可是其他的我看營收沒有起來 那再來主流類股 就是第一個有題材 第二個營收要好 第三個股價在月線之上 盡量啦 盡量在月線之上 那依照這個條件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從產業跟營收來抓 首先我們抓一個 第一個就是像散熱跟機殼 我們怎麼抓 那其實明年二零二五年 就是這個散熱的 藝人散熱的元年 對元年 所以我們可以從滲透率來看 整體的散熱的藝人散熱滲透率 二零二三年才四趴 對 對那今年十一趴 明年暴衝到二十四趴 二十四趴 對所以這個 那Blackwell GPU產品 未來十二個月 已經被訂光了 然後這個教主講的 代表說零組件散熱 機殼一定都營收一定都不錯 所以我們就抓幾檔給各位看 最近很猛的一檔叫做陳明電 對 把他當衝鋒部隊 衝鋒部隊 開完法縮完繼續漲 通常開完法縮完 昨天有壓寶性的買盤 今天應該會開高走低 有越來越強 對越來越強 好 那你看一下他的營收 年徵都不錯 年月雙徵 那補漲的可能是銀廣 我們等一下再來帶各位看一下 那再來像散熱部分做軍熱片 像建設已經創新高 歷史新高 那可能一拳做LD導線架 那轉往這個半導體部分 也有機會補漲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營收年月雙徵 毛利率也都是幾乎都是忌徵 法人也是開始轉買 那我們就挑兩檔來看 好首先第一檔 我們看一下這個陳明電 陳明電已經創高了 那陳明電他的法縮 我講到AI佔比已經四成了 那去年的話才三成 三十一趴而已 現在佔到四成 那當然一定是越來越好 那想要陳明電 就想要廣達 因為跟廣達是比較麻糬一點 那廣達營收創 歷史新高 陳明電也不會太差 因為他們合作開發 這個整機跟水冷機櫃的組裝業務 好那我看一下說 有法人報告 今天這個中信有開到兩百多塊 陳明電嗎 對陳明電 那這個是中信開的 那之前的話我看到大概有到一百六 其實已經快達標了 是 已經快達標 就其他的投股已經去開他的目標價 好那他主要供貨是META 那因為如果說要好的話 就是已經開始出貨這個GP200 隨冷機櫃業務 那你從操作面來看 我今天看一下 這個投信今天突然大買 好像一千一千多張 等於說在高檔的時候突然大買 所以感覺是還沒有結束 因為他才剛創高而已嘛 前高大概一五零 所以剛創高 這要拉回到一五零沒有破 基本上今天是注意拋一個大量嘛 所以說一五零附近沒有破 我覺得都還可以找機會拉回偏多 因為他走 他以往的走勢並不是那種一直往上飆 他可能飆一下之後回來 所以你應該可以拉回找買店 那再來說陳明電 如果說帶頭衝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617的銀廣 是 陳明電 如果說帶頭衝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617的銀廣 是 銀廣的話 我們先從這個營收來看 營收九月是2.5億 顏月雙幀不錯 那再從這個財報來看 上半年賺2.18 贏去年的1.02也不錯嘛 那我看了一下新聞 他講說 他講說這個銀廣算是轉機題材 因為他過去十年上半年都虧損 過去十年上半年都虧損 所以叫轉機 因為今年就轉了十年啊 對 終於他上半年賺了2.18 轉起來了 轉起來 主要是有切這個AI的伺服器機殼 那股價來看 就比較偏右下角嘛 對不對 這個均線全部糾結在這邊 那今天拉了個尾盤 留一個下影線 那如果說這個底部看起來是有點像 W底啊 有點像W底 這邊線比較多 如果說突破了前高 可能是一一五吧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轉強 那你喜歡等就是看銀廣 你喜歡快一點的話 那就是成名店 我認為看起來應該是還沒有長完 好的 第一個題材 好 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大家最喜歡的細光子 還有這個連接器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這兩個題材 先看連接線好了 比較溫和一點 溫和是不是 溫和就是連接線 刺激一點就是CPU 那連接線題材就是這個切入這個AI 跟高速傳輸 對 當然年複合成長率有到6.2% 是 好 當然指標股上就是這個茂連 茂連是切入這個GP200公益鏈之後 其實就變標股了 是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就是看這個細光子 哇 細光子就真的相當的強 上衝下襲 光收發模組 他的年複合成長率有到15% 是 那細光子更強 細光子因為AI要巨量運算嘛 資料要資料傳輸大量需求 那細光子的年複合成長率 有 他是高達30% 好 整個細光子的題材喔 就等於是從零開始嘛 對 所以說這個年複合成長率越高的 越飆 好 那台積電也要組這個細光子聯盟嘛 因為台積電對細光子不是很熟 那希望再統整整個資源 好 那看一下個股的話 衝鋒部隊就是連接線啦 就是反甲跟這個茂連KY 這都已經漲一大段 對不對 其實像茂連KY今天還創新高 那細光子部分的話 衝鋒部隊 之前是第一號衝鋒部隊 第一號是光盛 現在改了吧 對 二號當然就是這個最近開始很瘋的 就是聯軍啊 聯亞 聯亞這些有聯字頭的 那補長的就有可能是這個洪家軍的訊星KY 對 那這個資料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其實營收都是 我都是抓有年月雙針的 好 有營收年月雙針 毛利率也盡量都有激增 激增很多 比如說像訊星KY 其實29%還不錯 法人也開始轉買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首先先看茂連 茂連的話 其實今年算是標股 他今天是不是也算創高壓力 他創高啊 顛簸中創高 他走勢很有 但人家也創高 他是從200多塊 以前就是很牛的股票 那現在漲到已經四百多了 那我看一下整個內資外資 法人報告目標價其實都開在五百多 所以還是有機會 當然他最主要的題材就是 有打入GB200供應鏈 匯流牌連接器 這塊就是只有亞洲算是獨家供應 那如果投信還是有機會做帳 但是這種股票你可能就是區間相形操作 因為他其實以前兩百多的時候 也牛了很久 對 如果那個時候布局 其實獲利就很豐厚了 那你要包現在也算厲害 也算厲害 鄉型整理 鄉型下緣再買 商員就稍微做一些減碼 那補漲了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3605的紅字 當然也是這個高速傳輸連接器的題材 那先看他的 他其實法縮其實講得不錯 就是說他就是高速傳輸連接器 有放量出貨 四大產品其實都全面成長 那第一季他是賺上半年賺0.52虧轉銀 那也是這個轉機嘛 虧轉銀 那九月營收也是二十八個月新高 對那股價來看 這個之前來看就是長紅又長黑 長紅又長黑 不是很好操作 對 很洗喔 那就看一下 因為目前我覺得套勞量並不是很大 因為你看最近都沿著五日線往上攻嘛 你說只要漲個一根紅K 他就突破了前高 所以我們就看量 因為前面的量比較大 那最近量還沒有出來 如果有補量供過前高 這個就突破 我覺得就有機會轉強 就有機會複製冒連 因為畢竟代號只差一個吧 3665跟3605 叫他小冒臉 這是這檔紅字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就是大家最愛這個CPO的題材 就很刺激 很刺激 那我們先看這個聯軍 聯軍還是厲害 聯軍 當然 基本面來看是有轉好 九月已經營收 已經創單月新高 那也不要說他沒賺錢 單月EPS已經衝到了零點五三 他就是沿著十字線 他最近就沿著十字線走 所以貨物線也不要急買 也到十字線再做進場 那盡量做兩個動作就好 當沖隔日沖 因為已經漲一大段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這個補漲的訊星 明明獲利能力也還不錯 那第一個他是洪家軍 資源整合又有集團作帳 兩個不錯的題材 再來就是最好就是沒漲到 今天所有的細光子股票都跌 而且都跌得西滑 收紅 我們看一下 訊星KY今天小漲 沒漲到就可以收紅 他今天小漲 而且還創了一個小短線的新高 但他有拿到博通的大單 博通的訂單 一直在講這件事 他真的有是做細光子 並很多細光子股票 沾到邊緣可以就漲翻了 對他是真的有做 而且有通過800G的CPO產品 有通過驗證 來看一下 法人最近開始轉買 有沒有 我看一下今天投信也有買 好像買150張 這是一個好現象 好現象 好然後打Buddy看起來快打完了 那這個均線 全部糾結在這邊 代表說 剛起漲而已 那只要突破了 我覺得 你看長漲流上限 250 突破了 就有機會轉強 搞不好來機會挑戰前高 這些股票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今天台積電創的歷史新高 對不對 那其實在這些族群裡面 也有帶頭大哥 或是說 比較領頭羊的 也有創歷史新高 其實一個產業裡面 有人創歷史新高 也代表這個產業題材 還沒有降溫嗎 沒錯沒錯 而且台積電這樣長成這樣 我覺得其他電子股應該有機會 好我們就期待 接下來的電子股的表現了 好這邊非常謝謝士俊 謝謝 好士俊先提醒齊全的籌碼 哇一下子降到外資的空單 兩萬八千口左右 這樣的空單水位 其實對台股的後市看法 是相對比較樂觀的 因為怎麼樣 直到台積電繳出這麼好的成績 而且是第四季還會繼續好下去 外資也不想被嘎 因此大量的回補空單 那接下來科技股的行情 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今天士俊也提醒了 如果在科技的產業裡面 有人已經帶頭也創新高了 就代表溫度沒有降 溫度沒有降 我們可以期待的是體質好 而且現在現行相對右下角的 來做一個補漲的狀況 讓大家健康的輪動 迎向台股的新高點 這邊提供給您做參考了 好今天非常謝謝 各位來賓來到現場 這個禮拜非常的刺激 台積電的法說 又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同時 讓我們對接下來的兩個月行情 也更加的期待 那也希望今天理財答案秀 對您投資有幫助 我們下週再會了 拜拜